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 大家好 今天幻影機鬥模式 已經在傳說對決台服正式開放了 今天我要推薦的是一個 史上最快拆遷大隊 你只要呢 利用對手的弱點一分鐘 就能直接拆到對方主堡 首先在一開始 大家剛加入幻影機鬥的時候 所有人都喜歡走中路 我不知道是體驗服是這個樣子 台服 今天玩的幾場 觀察也是這個樣子 在確定沒有敵人之後 請你所有隊友都選歐米加 全部都帶封塔 接著你們就可以開始 你們的拆遷大隊了 輪流放制裁 開啟你們的羽影 輪流放 再利用歐米加的二技能 也可以幫忙一起暈塔 接著接著就不斷的突破 你看對面五個貂蠶 還以為能拆贏我們 這個時候 你們已經來不及囉各位 這個時候呢 持續衝刺到對方的高地塔 就算高地塔 在這個版本 減傷降低到80% 那又怎麼樣 我們一路拆拆拆 就算變成 歐米加冰棒大隊 大家也不要怕 死命的拆就對了 只要拆掉這座高地塔 優勢就來了 就算你們沒有辦法 像BBCC一樣 一分鐘直接拆到主堡 遊戲時間剛進入一分鐘而已 就直接拆到聖主堡了 這個時候你們有兩種選擇 一種方式呢 是集結更多的隊友 直接從這條路持續推進去 另一條這條路也有了優勢之後 而且你們精進也有了優勢 人頭怎麼樣 都把他PO在腦獲就對了 繼續採用自殺打擊法 哇這個好像在玩 日本的綜藝節目電流 集集棒的感覺 哇一個連續兵 兵不到我 而且我先到聖騎士戰局 不管什麼兵都兵不到我的 這個時候呢 叫你的隊友 往凱撒路持續推進 繼續使用他們的拆遷流大隊 這個時候貂蟬完全沒有反擊能力 他以為他能拆你們嗎 當他把你們的二塔拆掉的時候 你差不多要推到他們家裡去 今天各位 我能成功這一套 真的是太幸運了 真的所有隊友一起帶封塔 真的超級好玩 幻影機到今天剛開 會有非常多不同創意的玩法 但是各位 如果大家想要玩 最娛樂球的傳說對決 歡迎加入今天的暗影機鬥 應該說是幻影機鬥才對 我都把它唸成幻影機兔 哇這個時候 五個貂蟬其實開起來也非常可怕 那我們有一個機器人 已經帶著一坨小兵又嚕進去了 那因為我走錯位置 我們沒有溝通好 哇主堡已經剩一半的血量 但究竟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我就找好持續來幫忙推中路了 其實剛剛我們兩個歐米加 應該一起幫忙魔龍路 一起一路推進去 玩這個模式 你就是完全不用管龍 玩的真的超級舒搖的 當然如果你們是玩有打野角色的 還是可以把野怪清掉一發會比較好 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玩五個佩娜對上五個盧蜜亞 真的是激鬥超久 打到二十分鐘都難分勝負 最後是因為盧蜜亞的推推攻 真的太強了 這個時候我們持續的推塔 對方也擋不住了 因為貂蟬 他們想要打的是一個會戰流 而我們拼的是一個拆塔流 這證明的傳說對決 是一個真正的拆塔遊戲 哇 連續暈塔 暈的塔之間 不要不要的 哇 完全不放棄 我覺得這個時候要集合 一次推一波就可以了 因為我沒有血量了 所以我跟隊友說 我們一起回補吧 我們就直接在魔龍路的草叢裡面集合 一次衝進去打得對手措手不及 相信對手應該也嚇一跳才對 趕快利用今天 找你的好朋友 一起玩歐米加拆遷大隊 今天我保證非常多人 選五隻一樣的英雄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一定會走到中路集合 就算對手沒有走到中路集合 其實幾乎也是擋不住 因為你們採用的是一個自殺式的打法 不管他怎麼擊殺你們 封塔一友就是集結五隻 一路推進去就對了 不要讓對手有任何反擊的機會 好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五隻一起衝 就已經贏了 不過有一個歐米加 機器人已經露頭露 複製人大軍出發 哇好壯觀 完全不離貂殘 我們完全不會戰 完全就是一個和平的節奏 連續猜突突突 無敵旋風斬 哇真的太爽了 遊戲時間 五分鐘我們就輕輕鬆鬆的 把對面的主堡 給拆遷到爆了 相信對面的貂蟬應該非常傻眼 其實我真的嚇一跳 五隻歐米加 現在在幻影激鬥模式裡面 真的是太強了 好吧那今天的幻影激鬥模式 最速拆遷流 就到這邊 五分鐘結束一場遊戲 史上最快 我在體驗速器 玩了非常多的幻影激鬥模式 從來沒有人用過歐米加 五的陣容 因為大家都玩一些什麼 武警啊 五勇 不然就是 五納克羅斯之類的 相信今天看完這段影片 你一定會找朋友 一起玩五歐米加 人頭輸的沒關係 我們贏的是場次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 按下喜歡 與訂閱專精 菲尼克帶的BBCC 我們明天見 掰掰囉各位